轉一天鼓勵就業交通津貼計劃 今天開始派發申請表 在尖沙咀派發點有市民來領取 鼓勵就業交通津貼計劃的申請表 勞工處設立諮詢櫃檯解答市民的問題 有市民歡迎設立交通津貼 可以幫補一些交通費上的開支 對高通帳也有幫助 亦有人希望計劃能夠擴大資助範圍 離職或者剛剛被裁員的人士 我覺得他應該扶持一件事 給他們交通津貼 例如第一次一年或半年 鼓勵他們去找工作 我覺得對社會會有幫助 至於勞工處位於上水的就業中心 亦都有人來領取表價 有市民認為個人入息限額要6500元 難以符合 寧願找一份較高薪金的工作 放棄申請 6000元以下我們都很少 嚴格些 很難申請 市民填好申請表之後 下個月3月開始可以大交申請 而首批申請成功的市民 最快今年年底可以拿到津貼 母親電視記者陳嘉恩報導 我會想請到 我會想請到 好